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减诊作业全部都已经结束了 我们希望整个合飞料是在政府承诺之下 在105年能够全书签出 我们有提供可能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一个奖励补助办法 提供给厂商也提供我们族人能够稳定就业 想要就近工作这样子 所以说再找看看这样子 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们这次打进市场大家就是跟我开心 本来就可以前二可是差一点点差一分 也可以更好甚至拿下第一名 我觉得很可惜 好 新闻一看时间来关心的就是廉价的交通了 今天是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从北到南不少的路段都出现了拥塞的情形 连续假期的第一天碰上好天气 出游和扫墓的车潮纷纷的涌现 光是在凌晨0点到上午7点这段时间就有53万辆次的车次上路 是平常周休二日交通量的3.3倍 从北到南不少路段都出现拥塞的情形 时数已经降到40公里以下 国道5号也是走走停停 高公局预估今天全天的车流量将会达到260万辆次 是四天廉价当中最拥塞的一天 高公局建议民众可以利用每天凌晨0点7点 国道免收费或是走替代道路以避开车潮 好 继续要来关心的就是核四事件的争议了 这样引发了社会要求费核的声浪 昨天上午行政院长江一华接见来自全台各地的核废的灾区代表 其中也包括了一位蓝宇雅美达雾族的代表西奈马非福 西奈马非福表示 低放射性的核废料放在海边锈石腐烂 让雅美达雾族仍然活在恐惧当中 等了30年总算可以走进行政院 要求行政院长马上把核废料签出 不过江一华只承诺会再启动蓝宇签厂的委员会 运作至于核废料签全场 何时会牵出蓝宇还是没有时间表 核废立即牵出蓝宇 核废立即牵出蓝宇 就在行政院大门口前喊出核废立即牵出蓝宇 反核团体包括蓝宇部落文化基金会秘书长 西南马飞辅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等 4月3号上午前往行政院向行政院长江一华来表达诉求 西南马飞辅提出了三大诉求 第一蓝宇的污染事实高湿高盐不适合储存立即牵出蓝宇 第二蓝宇牵场跟低放最终处置脱钩 也就是说不应该先找到最终组成场址 才能够牵走在蓝宇的核废料 第三恢复蓝宇牵场委员会的运作等三大需求 要求行政院长江一华做出明确承诺 我们希望整个牵场作业必须完全的跟低放处置脱钩 最终处置脱钩 整个减诊作业全部都已经结束了 我们希望整个核废料是在政府承诺之下 在105年能够全数牵出 这是我们整个岛上430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新生 行政院发言人转述 行政院长江一华会议中的谈话 强调蓝宇不会是核废料的最终组存场址 也会立即恢复蓝宇牵场委员会这个平台 独立解决蓝宇组存场核废料的问题 会找一个政委负责 但是蓝宇的部分必须独立出来 特别的来处理蓝宇的核废料的部分 他会希望在积极的努力 在院长的任内里头能够有具体的突破 而且院长也说他未来一定会到蓝宇 现场去再次的去了解去看 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谈 江一华面带微笑从行政院走出来 不过行纳马飞夫表示遗憾 因为江一华并没有承诺 主存场何时会牵出蓝宇 他任内可以解决这样核废料的问题 但是又不敢做出相关的承诺 这显然是非常非常的矛盾 最后行政院发言人强调江一华承诺会 指派政务委员作为跨部会 以及反核团体之间的窗口 定期召开核废会议 并且给予反核团体监督 查阅资料和质询的权利 对核废料伤害地区发放的回馈金 也会检讨研议是否改为赔偿金 另外江一华也提到经济部 在2012年7月公告台东达人 与金文乌秋两处建议候选长指 不过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弹 讲一话表示会继续跟 两个县市首长沟通 并且邀及相关部会 要开始积极思考其他解决的方案 记者安然算 巴扎克台北市采访报道 核废料的问题 政府长期都不碰触 而这次民间人士跟行政院长会谈 强调以核废灾民为主题 核废料因放射性的高低 也分成了高阶跟低阶 环保团体就指出了 低阶的核废料到现在都还找不到 最终的处置常识 只能够继续的放在核电厂 跟蓝鱼主存厂 牵出蓝鱼根本就是遥遥无奇 而高阶核废料连候选长指都没有 政府只能给非常遥远的时间表 要在144年来启用 没有使用核电的蓝鱼 却承接本岛的核废料 说绽放一放30年 铁桶破的破烂的烂 才在100年减诊重装 现在有10万桶左右 虽然行政院长将以化一直强调 蓝鱼不会成为低放射性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纸 却不愿意承诺先把它们迁出 对此环保团体批评跟遥遥无奇有什么差别 那现在蓝鱼迁出还是没有给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那既然最终处置遥遥无奇院长又不愿意脱钩 蓝鱼的迁出当然就是遥遥无奇 更棘手的使用过核燃料棒目前放在燃料池内 只进不出 有的厂还接近爆满 正在盖干式储存厂 希望解决燃煤之急 不过也只能绽放40年 一样得找到最终厂纸 居民说核电厂运转35年 政府只丢出144年要启用高放的最终厂纸 但现在八字连一撇也没有 但台电认为这不能叫做无法处理核废料 本来各国就是一边运转核电厂 一边寻找最终处置厂纸的 今晚台电再三强调 核废料现在安全保存 找到最终处置厂纸 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环保团体认为 摆在眼前的就是处理不了 就算终于幸运找到地点 可以埋藏核废料 恐怕也埋葬不了 半摔其达几万年的放射性 接下来林志明林国黄台北报道 另外有反核的乐团 他们利用表演的时候提出诉求 不过却遭到的是关灯关麦克风的对待 这是在日前新北市政府举办的 原住民族运动会的音乐晚会的现场 而这样的举动就引起表演团体的不满 不过新北市政府原名局表示 关灯是换场效果 也表示因为是音乐会 所以希望不要模糊焦点 歌手梁文英柔和的歌声 现场观众沉浸在音乐当中 在3月31号下午的 原音不断电演唱会 邀请新北市原本大赛的 优胜乐团热力演出 有原住民族歌手 还有热爱原住民文化的 环保音乐大师马修连恩等接力演唱 不过就在阿美族SALAMA乐团主唱演唱结束时 把绑在头上的反核毛巾 举起来要向大家宣告反核的诉求时 灯光突然被关掉 舞台上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 就连麦克风也被关 让团员们都傻眼 不过主办单位新北市原民局表示 完全尊重乐团的演出 灰光灯全属是幻场的效果 但是基于当天的音乐会是属于新北市政府举办 原住民族运动会的系列活动之一 不希望乐团有这样的举动 就是说针对这个我们是不会有什么 特别说不准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有 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 配合原住民族运动会来推广原住民音乐的一个场合 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整个焦点被 因为这个乐团的一个小动作把整个焦点都模糊掉了 虽然主办单位表示 关掉灯光纯属幻场 但是这样关掉灯光的效果 已经引起支持反核的乐团不满 也让新北市举办的原住民族运动会留下缺憾 记者安然算 巴达克台北市采访报道 同样是在新北市政府 这是前副总统吕秀莲所提的党和四案 新北市通过了认定是地方空投 新北市昨天以公事决确认 由前副总统吕秀莲所提的 主党和四场装填和然料棒提案 是地方性的公投 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表示 新北市尊重市议会的决议 会用最快的速度将决议案送交行政院来核定 如果通过中央的核定 随即将会进行15万公民的联数 最快在明年初可以来进行公投 人在国外的李秀莲则是通过新闻稿呼吁行政院 不要剥夺了新北市民的公投权利 好继续要来关心的是南投县长李朝青 他上个星期交保之后提出了负职的申请 但是招到内政部医公务员惩戒法 主动的移交监察院来调查 继续的停职 李朝青在交保八天之后呢 三号的下午首度的公开露面了 局新记者会仍然是坚称自己清白 他质疑中央引用了错误的法条 影响他的权益 呼吁不要未审先判 而现场呢也有28位的南投县议员 连数来申援李朝青复职 其中也包括了原住民级的议员 上个月26号交保后 南投县长李朝青就没有公开露面 在内政部做出停职处分后 李朝青打播沉默 亲自对外说明支持者为他加油打气 对内政部引用公务员惩戒法将他停职 南投县长李朝青掩放泪光 表示坦然接受 但也质疑中央引用错误的工程法法条 而非低制法影响到他的权益 我会尊重这个内政部这个意见 同时我也会坦然的接受 虽然身表遗憾 法院还没判刑 所以说先成后刑 对吧 对于警方起诉书中提到李朝青 大小工程都贪 连灾修的工程都不放过 透过水果礼盒茶叶冠等方式行贿 难道县长李朝青还是坚持自己清白 陪董李朝青出席的议员立委也表达支持 甚至不排除退出国民党以示抗议 国民党当中央辱处的作法 如果这样 以后成交为国民党效力做事 我们不排除退出国民党 管长对党的这么死党 仅然重量都没有赢的来关心 那副总统很强 刚才没钱 有 那个洁情 那没钱 36位南投县议员就有28位联署 深远李朝青复职 其中还包含原住民级议员史清水 陈国雄 新义乡长史强 以及仁爱乡农会理事长何敬才 和总干事戴京人 原住民级议员以身体 不是唯有婉拘采访 内政部强调考量到李朝青案情重大 而且当中有许多公务员自白 一旦李朝青复职 这些人将不知何以自处 不得已才祭出工程法 要求李朝青继续停职 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看的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在3号进行了行政院 原民会的业务报告 因为行政院原民会主委 宣大川的戒调期 已经将在今年7月戒满 未来的动向 以及原住民族社会关心的 自治法跟涂海法 是否可以通过 成为了立委关切的焦点 如果你引就辞职的话 是因为原住民的政策 跟你马英九当时要选举的政策 理念是不同的 所以我有学术的风骨 我想要引就辞职 原因是中华民国政府 实在是亏待原住民啊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第一位 引就辞职的 我告诉你 我给你掌声 谢谢委员 谢谢 相关的业务是否会连带受到影响 孙大川强调法案的推动 和他个人的去留没有关联 另外组委 未来的规划也受到在场立委的关注 不过孙大川 雨带保留 只透露想回学校教书的心情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实在讲 我主观的意愿 的的确确就很想离开 主观的意愿 的的确确很想离开 但是身上的重担还放不下来 我帮你讲完 总得跟我们的团队 要有对话才行 我想这个是很自然 这是一种礼貌 没有人会阻挡 对不对 没有人把你关起来 戴个手铐 把你靠在现在的位置上 孙大川上任三年半 从原住民族自治法 土海法草案始终无法获得 立院各党团的公式三读通过 造成原住民族传统领域认定 和划定无法进行 孙大川对今年六月 这个会期结束前 是否能够将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送进立法院审议 保持乐观的态度 近期也多次与行政运长 将一话商讨自治法的理念 到底我们自治法草案 会成如这个教义长所说的 这个会期会送过来吗 我认为可以乐观的 会送进来 我们在那个基本法的 那个推动会里边 我们也会提出来 因为现在条文都已经有了 我们就是要跟院长报告 也要跟各位委员报告 所以那专业表示 近期还会再与行政院长 加以化 以及邀请其他六位 原住民级立委 进一步做草案的报告 希望能够将草案如期审议 记者 当天夫人 然后路理法院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关心的是 国际原住民族的消息 巴基斯坦将会在5月11号 来举行第14届的国会大选 在东北部的普舍图族人地区 今年出现了历年来的第一位 女性的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普舍图人大约占了 巴基斯坦全国人口的一成半 这位候选人指出 由于政府长期的忽略 普舍图族女性所遭遇的问题 所以他们必须要以政治参与的方式 来争取改善 围着红色和蓝色花纹围巾的 是Badam Zari 一身传统服装的Badam Zari 是巴基斯坦东北部 Pastor族地区有史以来 第一位女性国会议员候选人 现年40岁的Badam Zari 在妹妹和弟弟的陪伴下 前来候选人登记处 正式登记参选 在记者会中 Badam Zari 依照当地传统 在地上铺上毯子 席地而坐接受访问 上谈她的参选理念 看到Badam Zari以政治参与的方式 替巴斯多族女性争取权益 连负责处理选举登记作业的官员 都表示赞许 Badam Zari 脸上戴着Berger面纱 只露出双眼 只露出双眼 很多西方人认为Berger是伊斯兰女性受压迫的象征 但同时却有不少伊斯兰女性认为 这是他们的文化特色 不论如何 今年巴基斯坦的国会大选期间 Badam Zari将会在盖达组织和塔利班势力盘踞的Badro地区 一边带着Berger一边宣扬她的政治理念 记者抽得真编译 12年国教明年上路 高雄市医院要求12年国教上路之后 原住民族学生仍然可以保有足以认证加分的制度 休息下稍后回来带您来关心 每段令我难忘的旅程 是来自愈 每次触动心灵深处的收获 而我马修连恩 是透过美食记录原味增情的旅人 我们是小数生的最小数的蓝牙寺品 我们的家乡被核能队料占完了 我们是小数生的最小数的蓝牙寺品 已经退出了 我们的家乡来 然后是以后 我远就不会有这一 Jan 我们的家乡 这一年 我只会有这些人 我她过来 就想再和她们 并不认识 我一定会有这个人 他也会有什么人 就想再和她 也会有这种蓝牙寺 我们要留下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在讲到英文 可能是我们的 我们的后代人不是在我们这一代人 在这里借我们言力发声 保护我们的心声 告诉我们的政府 告诉我们的总统 清理马上改革 做一个强而有的一个劫策 谢谢你们来参与 也谢谢我们今天集结的观众朋友 来参与我们讨论 我们下次再会 我来吃饭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一个差价 希望有16关的机器人来补贴 好 继续回来要来关心的是中国 H7N9禽流感的爆发情况 三号又新增了两起病例 感染的病例扩大到了浙江 累计确诊病例来到了九例 并且已经有三个人死亡 另外六个人还在跟死神搏斗 新增的两起确诊病例是在中国的杭州市 其中38岁的男性厨师已经死亡 短短五天以来 上海 安徽 江苏 浙江等地陆续的通报 九起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死亡率约三成三 H7N9攻陷了长江三角洲地区 导致民众恐慌会成为SARS第二 不过中国专家一面倒的说法是 这个全新洗牌的病毒都是野鸟的基因 目前没有重组哺乳动物或是人类流感的病毒基因 因此没有人传人的风险 而为了有效的控管疫情 中国国家卫生部门要求出现确诊病例的省份 每天都要回报最新的状况 而在台湾部分为了要因应中国H7N9流感疫情扩大 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在传统零售市场 以及家禽批发市场加强的清洁消毒 台北市动物保护处趁着亲民连聚假期 在各养情场 情鸟店 公园绿地等94处 加强监测以及消毒 另外防疫人员也到了和平西路20家情鸟宠物店 针对情鸟的粪便做采样的监测 预计三天检验报告就可以出炉 好 继续要来关心的是原乡原住民及教师的比例偏低 由立委就提案要修改原住民族教育法 专任教师的聘用比率应该要达到三分之一 这个草案3月3号在立法院教育委员会通过了 针对原住民族地区以及原住民族重点学校的原住民族 专任教师与代课老师比率严重偏低 且近年来公费失资培育人数降到各位数 立委孔文吉和林郑二就个别针对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23条与25条修正草案 要求条文中应该明定原住民族地区及重点学校的专任教师 聘用应该要达到三分之一的比例 我们认为应该是至少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才对 我们一定要达到 一定要达到嘛 达到就是不能低于三分之一或者学生的比例嘛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那是门槛嘛 另外六位孔吉则要求删除条文内以优先进入原住民族失资 认为条文中的优先并无强制进入原住民族教师的效力 过去为什么原住民族教育法说要优先这个聘用原住民族的失资 那个优先呢事实上呢没有强制力的规定 所以本习定了这样的一个强制的规定 比例的规定 最后经过与教育部协商之后决定将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3条 则修正为修正之条文实行后五年内其聘任具原住民族身份之教师比例 不得低于学校教师原额三分之一 获达原住民学生占该校学生数之比例 由于立委孔文吉在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5条中提出要求原住民族中小学及重点学校 禁用原住民族代课及代理教师比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的修正案 因为原住民族教育法是针对专任教师的聘用规定 最后以附带决议的方式决议请教育部针对预告阶段 中小学兼代课及兼任教师聘任办法规定中 明定因临选具原住民身份者 其原住民族地区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获达原住民学生占该校学生数之比例 希望能够解决原住民代课老师流动率偏高的问题 两个修正案家教育委员会通过 要送到大院进行二三读通过 记者等你不拉罗理法院采访不到 好12年国教即将在明年上路了 高雄市的四位原住民及市议员 他们首次的共同召开会议 要求12年国教上路之后 原住民学生仍然可以保有 足以认证加分的制度 要列入比序项目的范围内 出席的高雄市教育局的代表表示 支持议员的诉求 会把这些诉求向教育部来反映 12年国教即将在明年8月上路 不过教育部12年国教版本中 免是入学五大超而比序项目中 没有列入通过足以认证 可以加分35%这项奖励 引起高雄市四位原住民议员 及民间社团的不满 在高雄市政府我们讨论了很久 他一直没有列入超额的笔记 或是原有宪法保障的原住民加分 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记者会 能够施压给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也希望他们也纳入 把原有宪法的保障 能够纳入在这一次12年国教 记者会中高雄市四位原住民及议员 及民间团体提出了三项诉求 第一原住民学生通过足以认证者 在免试入学超而比序 采计国中会考分数时 应该加分35% 没有通过足以认证的学生 加分10% 第二 免试入学超而比序项目 如果有检定证照 应该纳入原住民足以认证 第三 为保存原住民文化 建议多成立原住民音乐 原住民舞蹈专班 我们的会考成绩 换算成高雄区的积分采计是30分 如果五科都经手就30分 这样子的换算分数 用35%通过足以认证 加35% 没有通过足以认证 加10%的这个部分 教育局是站在支持的立场 我们是赞同的立场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等到103年的免试入学委员会 正式启动的时候 提委员会去做正式的讨论 市议员及民间团体 已致表示 中央教育部应该做全国统一的规范 以免这项教育政策 除了影响原住民学生的升学权益 以及学习族意的意愿 也会让行之有年的族语推动 出现断层 出席的高雄市教育局代表 表示赞同议员们的建议 会将诉求向教育部反映 记者母定高雄市采访报道 好 通常是学生的权益受到影响 这是在纽西兰中央政府 他们为了要节省两万元的纽西兰币 折合台币大约是五十万元 选择在一个人口一千人的毛利族人地区 大幅地删减当地的校车经费 这样的举动除了对家长造成不方便之外 其实让学生的上学路途变得更危险 有教育的工作者指责政府 不应该为了节省小钱 而牺牲了毛利族人学童 受教育的基本人权 在纽西兰北岛的Rahiti 附近城镇的居民经常来这里度假 舒展身心 不过这些居住在这里的毛利族家庭 单单为了送小孩上学 就每天都刺劲苦头 走上六点半 天还没有亮 妈妈就要煎好松饼 好让小孩能够及时吃饱上路 出门前 妈妈亲吻小孩道别 搭上公车 车程长达一个半小时 才能到达学校 这一家人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这位旅学生 家里距离学校32公里 本来校车会经过他家门口 但自从当地政府删减了校车补助预算后 爸爸就等每天开车16公里 送他到另外一条校车路线的集合地点 小孩里得打赫歉 但不过才干到校车的集合地点 幸好刚好赶在上课终身想之前抵达学校 这所学校的学生 也不少都有相同的教育 我们已经见到这一年 sometimes the children are so tired in the morning it's getting a bit darker again they can't get up in time to catch the high school bus last year we had a bus that catered for the three schools Whangarudu School, Russell School and Waikare School and they did a survey last year and looked at numbers and so they decided that there's not enough kids but we don't care whether it's one kid or ten kids we think the children have a right to get to school and this year our children have to catch a bus to Jacks Bay which we fought and fought and fought and they gave it to us and then the women have taken away from us 校长担心校车取消后 会影响学童的学习效果 不过这所学校又比附近 令一所学校更幸运了 除了路程漫长之外 这里的路况更是对学童 生命安全的一大威胁 路况差 除了考验司机的技术之外 学生在这里等车也十分危险 So what explanation have you been given for the change of policy? The reason we've been given is that they're taking bus runs back to ministry transport policy rationalising back to government policy I see it as just being a cost-cutting exercise What are the social costs for this community? I can see parents becoming very frustrated I can see children being very tired and frustrated All for the sake of what?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in Wellington? 这里有老师指出 政府在偏远地区三减校车预算 对买不起汽车的低收入家庭来说 更是造成重大打击 同时间接影响 逗儿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记者邱德正编译 好继续来看的是 中华U19核球代表队 他们前往荷兰参加了 2013年世界杯的核球比赛 获得第三名的佳击 其中有五位是原住民级的队员 他们昨天已经反抵国门 精彩的妙传继续传给下一个队员 这是核球中华代表队的选手 看过去身材比其他活脚的球员 来得娇小 不过这场核球锦标赛 他们可是夺下铜牌 不过这样的成绩 让队员们感到可惜 也可以更好 甚至拿下第一名 我觉得就是很可惜啦 我们这次打进四强 大家就是都很开心 就是本来是可以前二 可是差一点点 差一分 在2022年的赛事夺下银牌的核球代表队 这次虽然只拿下铜牌 但是教练表示 这次的表现相当不错了 尤其是原住民级选手表现的可圈可点 随败有荣 我们当中有几位是原住民的选手 表现都非常优秀 这次拿到第三名 也算是选手们的一个收获吧 核球在国内的运动赛事来讲 算是冷明运动 不过台湾的表现在国外 可是相当受到肯定 球员们表示明年一定会把冠军保回来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另外也搭上了棒球热 行政院组成了一支中华老棒队 跟东元国小少棒队的小朋友 举行游艺赛 在二头节的今天 由行政院长江一华领军跟东元国小的少棒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 老棒队平均的年龄比这些小学生老了40岁 比赛起来各个是汗流浃背 而东元国小的小将拼劲十足 誓言要打败行政院长 还有教育部长 自来水管线受选桃园区宝山里连续两个月没有水可以用影响了当地观光跟农特产业 休息下烧回来带您来关心 这个经验也是很好 因为一段年轻人没有在坐船 还有这个经验刚好这样的新了 这个过程 感觉心里总算有自己坐的一艘船出来 比较有成就感 在影响中吧 这位军东研统师 生态比较很水 但他们最终是不像 比较糖尿咖啡 未养老名 能地多千软 自己养老二 套 过去我们在山上 整个山上还没有被破坏的时候 那种很纯朴的生活 其实我最喜欢 在台湾 有超过45万的新居民 很多妈妈从远地嫁来台湾 今年寒假 我们将跟着八个孩子 坐飞机回到千里之外的外婆家 看看妈妈的故乡 了解妈妈怎么长大 一边玩 一边认识外婆 和亲人 现在就跟着他们 到外婆家放寒假 从2月18日起 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 在元氏十六频道 我是想要远一个梦 我很想要站在舞台上 当成想要一个 想要唱歌的舞 因为我希望 给自己远一个梦想 我要给我自己 50岁的一个生日 只要可以努力 一定帮得到 呃 我平常就很喜欢唱歌 就五时无刻就 就会唱歌 参赛者很强啦 所以我还是要第一名的啊 全住民都很厉害 加油加油加油 不落新舞台 全台市场会 剩下最后的两场啦 再慢一步 可能要再等一年咯 喜爱唱歌的朋友们 赶快至原始官网 下载报名表 或是前往市场会地点 现场报名 也欢迎 居住在中部与北部的 族人朋友们 地临现场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勇敢踏出第一步 梦想就能成真啦 好 继续回来要提醒你了 一位涉嫌违法捕捉花沙 台东成功证 由两位渔民遭韩宋法办 因为政府公告 今年1月1号开始 禁止在太平洋捕捉 数量越来越少的花沙 但是在台东成功证 今年1月到现在呢 已经查获了 两位被渔民捕捉的花沙 两位渔民呢 也都已经被韩宋法办了 也要提醒渔民 千万不能违法捕捉 受保护的花沙 好 另外由于受到 去年的风灾影响 造成高雄桃园区 宝山里的自来学的 管线破损 高雄市圆民会 就耗资了800万元来修复 今年初完工了 不过已经两个月了 却都没有水可以用 居民抱怨连连 而高雄市政府在昨天呢 终于表示 现在公用水池有水了 这个情况大概多久 大概将近有一个多月 将近或两个月有 应该有啦 很久了 就一打开都是没有水 借水给我们 借水给你们 然后去提水 那你们这边上水所方便吗 不方便 水龙头两个月送不出水 卫生问题也随之而来 目前宝山里二集团部落的居民 用水问题浮出台面 想要用水就必须要自己去挑 居民用水大不易 对政府所施作的捡水工程 失去信心 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呢 也不再吵说 怎么没有水 反正自己去挑水 对对对 对 就因为都已经 没有信心 是对谁没信心 政府跟 严民 郑多二集团居民抱怨之际 高雄市原民会公共工程组济市 会同宝山里捡水委员会主委 在宝山里的公用水池 宣布好消息 这个就是刚刚接好水管嘛 对对对 什么时候弄好的 现在这个是我们总 十公里的地方拉出来的水 这可以供应大概几户 我们这个如果说好好管理的话 大概可以供应好几百户 整个从二集团以上 都是用这个水塔 因为宝山部落 他们有自己的水塔 有自己的水源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 这个大概要接到二集团 那个要花什么时候的时间 应该再一个礼拜就OK了吧 二集团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昨天有打电话去的时候 他们认为说 因为有一些水 那个叫什么水源 那个接管头 被人家弄丢了还是什么 所以他们现在要去做紧急讲究 可以修复的 我们就一样 是提供一些所谓的资源 资金的部分 去让他们去采购 然后去把它装点 就因为捡水管线 去年受到三次自然灾害的影响 造成宝山里各部落水资源困窘 如今水来了 高雄市原民会呼吁居民 水资源取之不易 还需节约使用 记者巴鲁马耀 高雄桃园采访报道 好 现在有水了 预计一个星期 各住户就可以有水使用了 不过其实每水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影响了当地宝山里的观光 跟农特产业 就因为高雄市桃园区宝山里 连续两个月无水可用 目前部落的观光产业 严重受到影响 因为没有水啊 那你们民宿业者感激客人吗 也有接啊 但是食指的方面 都很不方便 好比说 要上厕所啊 要洗手啊 卫生问题啊 都这样子一一的产生 那餐厅业者 那餐厅业者 有的他们就想办法去挑水 五家民宿业者 目前完全没有客人上门 二集团部落居民 平时也就是在这座池子挑水 那另外正逢梅子采收季节 族人要制作加工品 品质也严重受到影响 就目前呢 就高雄市桃园区 也就是宝山里的部分呢 这边缺水非常严重 甚至呢 还影响到了这里的农作 那是不是 师傅可以讲解一下 这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呢 它这个情况是 它原本是要让它流水的 但是因为缺水就只能是 放水 然后让它浸泡一两个小时 再倒水 再换那个清水 对 然后这样做的萃美 其实那个口感不怎么好吃 对 所以这个就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有影响 就因为缺水严重影响到 观光与农产业加工制品的生产 高雄市圆明会估计 约一个星期之后 就能够解决无水的窘境 这也代表着居民 还必须要在过一个星期的 无水可用的日子后 才能够看见转机 记者 巴鲁马耀 高雄桃园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看的是 行政院圆明会在昨天呢 以视讯连线的方式 同步的在台东 以及屏东 进行了原住民就业服务办公室的接牌仪式 设置在屏东县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原住民族就业服务办公室 4月3号以视讯连线方式跟台东同步进行接牌 102年原民会政策转型 以专业化方式推动原住民族就业服务 除了架设原住民人力资源网 提供求职求财媒合服务与职讯专军等服务 全国94位的就业服务员 未来将已主动初级进入部落提供服务 现场举办真才活动吸引了不少族人前来 我们那个职讯的就做三个月而已啊 想要就近就近工作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说再找看看这样 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 屏东就业服务员表示 为了协助原住民族人进入一般职场就业 屏东县从去年1月开始不再提供短期就业 同时鼓励族人能稳定的待在原职场 推出了多项鼓励厂商与族人的奖励方案 屏东县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协助了 200多位的族人稳定就业 发放的奖励金也都超过400多万 近三分之二的求职族人投入一般职场 族人如果进入一般的职场 我们有提供可能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一个奖励 补助办法提供给厂商也提供我们族人能够稳定就业 原民会表示未来就业服务员将深入原乡以及都会区 除了整合政府相关资源提供族人就业 创业与产业三业合一的资讯 除了每和族人进入职场也增加部落就业的机会 接着歌手吴刘平都把家财访报道 好 为了使原住民族人的就业服务品质可以更加的好 新建院原民会政策转型以专业化的方式 推动了原住民就业服务 成立全国原住民的就业服务办公室 新建院原民会就是希望透过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服务办公室 藉由94位的就业服务专业来提升原住民求职 就业资讯以及媒合跟职讯推介等整体的服务品质 期望原住民的失业率能够逐年减少 好 继续来关心的是根据加拿大政府的统计 原住民族女性因为暴力事件而死亡的比例 是比非原住民族女性高出了五倍 加拿大原住民族女性经常成为了侵袭的目标 有一位原住民族的女性编剧导演 她将这种社会现象当作了创作的体材 并且拍成了一部武打动作片 中机骑士火苏飞驰 有人在巷弄中逃跑 警察尾随一路狂追 警察走到死相镜头 要追捕的歹徒已经不见踪影 不过在巷子另一头包抄的是这一位女侠 歹徒拿起小刀魁舞 女侠施展空手入白刃 一轮左右亏拳 歹徒惨招击倒 这是实验短片 女侠伸张正义的片段 影片讲述一位美洲原住民族女孩 面对白人男性的侵犯 警察有没有办法保护她 最后人无可忍 决定要以暴制暴 利用自己的拳脚 教训所有侵犯原住民族女性的歹徒 在暗边散步的这一位 就是这部片的编剧和导演 艾利玛亚 母亲是加拿大的 盖奈族人 父亲则是来自 罗威的沙米族人 现年27岁的 艾利玛亚 本来是演员出生 不过由于艾利玛亚发现在主流电视和电影作品中 所呈现的原住民族角色 经常复制着白人对原住民族的偏见 于是艾利玛亚认为 原住民族人必须自己说自己的故事 很多的 times stuff I was going out for was being written and directed and produced by non-native people telling native stories so they were appropriating our stories and I really just kind of got sick of going out for these sort of stereotypical roles and decided that I just wanted to start making my own films that was the only way to really change to change it 这是艾利玛亚的另一部短片 雪匠和森林中的鬼魂交错 艾利玛亚也要说的 是有关人类行为在摧毁大地之母的故事 凭着对影像创作的热情和对第一民族处境的关怀 艾利玛亚成功获得电影界的肯定 At the Vancouver Women in Film Festival last week I won the Kodak Woman of Vision Award and I also won a Legacy Filmworks Award for a Red Girls Reasoning which screened at the festival and it was a huge honour I mean the Vancouver Women in Film Festival is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women's film festivals and it means a lot to me to be recognized 目前艾利玛亚正在改写《吕霞伸张正义》的剧本 目标是要将这部作品发展成为长片的规模 同时艾利玛亚也在向各方争取资金 用作派设《吕霞伸张正义》长片版本的制作经费 记者出了真编译 强调传承文化的三所部落学校将陆续开学 课程设计将是部落学校的核心重点 好玩足大武山部落学校的课程包括小米文化 芋头文化等 包含了生态环境教育与传统历史与记忆 当教育权重回民族的手里将带给下一代的原住民孩子 什么样的文化刺激都按用丰富的部落学校课程 请锁定4月6号原地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小说中的最小说中的来与俗笔 我们的家乡被河南队调占满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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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而我 马秀莲安 是透过美食 记录原味 真情的旅人 好 继续回来来关心天气了 清明年假首日 各地维持多云阵雨的天气形态 来看详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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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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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